前面我们学起了第一个问题 资产的计税基础 接下来我们再看第二个问题 负债的计税基础 首先看括号一 负债计税基础的含义 也就是什么叫负债的计税基础 负债的计税基础 它是指负债的扎兵价值 减去未来期间计算因纳税所得额时 按照税法规定可以抵扣的金额 这个名词概念要比资产的计税基础 要复杂一些 我们回忆一下前面所讲的资产的计税基础 什么叫资产的计税基础 也就是某一项资产在未来期间 计算因纳税所得额时 可以税前扣除的金额 可以抵扣的金额 也就是未来期间可以抵扣的金额 那么今天呢 负债的计税基础 要比资产的计税基础 在理解上要绕个弯子 它是一个差额 是负债的扎兵价值 减去未来期间计税时 可以抵扣的金额 对比我们前面所讲的资产的计税基础 它只是后面这句话 所谓资产的计税基础 就是该向资产在未来期间计税时 可以抵扣的金额 但是负债的计税基础 这个名词啊 它不是这样的 它是将负债的账便价值 减去未来期间计税时 可以抵扣金额的差额 称之为叫负债的计税基础 同样的这个名词呢 比较难理解 下面我给大家举个例子来说一下 大家回忆一下 我们在前面会有事项里面 讲过一个问题 叫产品质量保证 企业在销售商品时 根据销售额一定的比例 即提维修费用 作为售后商品的维修费 当时我们讲过 这笔维修费 寄入销售费用 也就是借销售费用 但预计负债 假定 假公司销售商品 确认了预计负债 也就是寄提了 长平维修质量保证的费用 预提啊 假定是500万 这500万就寄在哪呢 寄在预计负债里面 借销售费用500万 再预计负债500万 那这个预计负债 是一项负债咯 它的扎平价值多少 以我们刚才举的例子 那就是500咯 我们在货友试项那一章 也抛下了每个问题在哪 当时留了这么一个问题 就是说 这个问题跟索的税是有关系的 今天我们就要讲到索的税的问题了 会计上本者谨慎性 认为将来企业要履行一下义务 所以今天你要确认一下负债 借销售费用带预计负债 这样呢 费用发生了 利润总额就减少了500万 但是在企业进行索的税 汇算金钥时 税务机关要说话了 税务机关 我们前面讲过 它呢 不是考虑谨慎性 它考虑的是 据实扣除原则 什么叫据实扣除原则呢 实际发生了 你就可以扣 今天你这个企业 你只是预提 你还没有发生 那么你这个500万 是不能在本年度 是不能税前扣除的 也就是说 这家企业在本年度 交纳所得税时 我们要在利润总额的基础上 要进行纳税调整 税法说 这个500万销售费用 今年不能税前劣质 将来你实际发生了 你发生300万 可以允许你扣300万 哪怕500万全部发生了 你500万都可以扣的 但是在本年度 这个500万不能税前扣除 要纳税调增 大家想一想 这个500万是不是在这个利润总额里面呢 曾经记在销售费用里面 是不是减掉了 使这个利润总额少了500万 但税法不认可这个 所以要纳税调增 然后乘以25% 交纳企业所的税 那么 刚才讲到这个问题了 税务机关 并不是说 不让我们扣这个500万 而是指 将来你发生多少 你就扣多少 据实扣除 刚才我们讲到 你如果发生300万 那可以扣300万 哪怕你500万发生了 500万都可以扣 什么意思 未来期间 在计税时 可以抵扣的几个 可以扣多少 最大值 能扣500万 那么 负债的计税基础 等于多少 等于 负债的账兵价值500万 减去 未来期间计税时 可以抵扣的金额 你将来500万 发生了500万 500万都可以扣 那么减去500万 这样计税基础 算出来是零 有差异吧 当然有差异了 有同学看到零 他说就没差异 你扎明价值是500万 你计税基础 算出来是零 那这两个 当然有差异了 是不是 那这个就是 我们今天要讲的 负债的计税基础 他的定义 好 这是先简单说一下 下面呢 我们结合教材立体 具体来解释一下 教材立体是 假企业07年 因销售产品 承诺提供三年的保修服务 在单年度利润表中 确认了500万的销售费用 同时确认为预计负债 那就是下面这笔分路 借销售费用500万 但预计负债500万 说明什么 说明这一章的出题目 可以结合前面或有事下来出了 我前面讲过 锁的税这一章 要和很多章节支持点 结合在一起 我们的教材 学习越往后面 很多章节 越来越具有综合性 继续看这道题 当年度未发生任何保修费 当年没有发生 那当年这500万都不认可的 在税务机关的角度 都不认可 都要纳税条子 假定按照税法规定 与产品售后服务相关的费用 在实际发生时 允许税前扣除 并不是不让我们扣 你真的发生了 那可以扣除的 反过来说 假定我的产品质量 非常好 在保修期三年里面 一点问题都没有 一件产品都没有发生维修费 那500万 大家想一想 如果你当时 如果你我们当时税务机关 没有要求我们调的话 我们算在总额里面 利用总额里面 是不是利用总额就少了500万 如果不去调整的话 那税收就少交了 你将来又没有发生 是不是 所以税务机关 他想的 站在他的角度 他想的有道理的 我现在不清楚 你将来要发生多少 你这是预计的 还没有实际发生的 那现在我先把你调回去 都交税 将来呢 你实际发生了 你发生多少扣多少 哪怕500万全部发生 都可以扣的 就是这句话 与长平售后服务相关的费用 在实际发生时 允许税前扣除 我加了个条件 假企业适用的 所得税率为25% 那下面我们就来看一下 这道题的分析 首先 该想预计负债 今天 2007年12月31号 资产负债表中 占面价值为多少 这很简单 刚才那个分路已经写出来了 那就是500万 然后 积水基础呢 刚才我们已经给大家 面习了 占面价值500万 预计负债是500万呀 减去 未来期间 在计算一纳税 所得额时 按照税法规定 可以抵扣的金额 税法 允许我们 500万 如果 全部发生的 都可以扣的 减去500万 所以等于零 等于零 那么 有没有差异啊 有 刚才说过了 我们画一张表看一下 预期负债 账面价值是500万 七水七除 刚才算出来是零 所以呢 产生了500万的暂时印差异 这是什么样的暂时印差异呢 我在这写出来 叫可理扣暂时印差异 什么叫可理扣啊 我们前面说了 本期多交税 将来少交税 那叫可理扣暂时印差异 我们这到底是不是这样的情况 本年度 我们刚才在这写了一下 纳税调增500万 本期要多交税 将来真的发生了 其实实际发生的时候 会计分都怎么做啊 借预计负债 代应付职控薪酬 代原材料 代银行存款等等 那叫实际发生了 实际发生的时候 并没有费用的发生 借预计负债 代应付职控薪酬 代原材料等等 但是税务机关说 当时那个500万 没让你纳税条 没让你交税 那么 没让你税前扣熟 那现在呢 你实际发生了 在将来 比如第二年 500万全部发生了 那第二年可以扣掉500万 那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第二年 可以少交税 我想告诉大家的是 在这种情况下 本期是多交税 纳税调增了 多交税 将来实际发生了 可以少交税 那这是典型的 可抵扣暂时言差异 我们前面讲的 可抵扣暂时言差异是 未来可以抵扣 未来可以抵解 未来可以少交税 本期要多交 将来可以少交 这是一个暂时性差异 未来可以抵解 所以称之为叫科抵扣 暂时性差异 好了 我们结合这个例子 给大家逐步逐步来分析了 假定这个企业呢 没有其他纳税调整 那么假公司在当年 零七年的时候 利润总额要纳税调升 今年多交吗 今年是零七年 假定零八年全部发生了 五百万 那明年可以纳税调减 少交税 所以给大家分析了 这属于科抵扣暂时言差异 那接下来 我们书上给我们写了一段文字 该项负债的扎民价值五百万 预期积税基础零 之间的暂时言差异 可以理解为 未来期间 企业实际发生的五百万 经济利益流出 用于履行 长平保修服务时 税法允许税前扣除 就是我们刚才口读分析的 即减少未来实际发生 期间的因纳税所得额 减少未来期间 就是将来可以几减 将来可以抵扣 所以这种差异 得到一个结论 属于可抵扣暂时言差异 那如果这道题 那你要编制分路怎么编 我们下面给大家补充一下 教材上没有写这一些 07年有关索得税的会计处理 第一 关于因交索得税 这点我们刚才讲到了 在这儿呢 我们把两个都 都罗列在这儿 07年假公司 因交索得税 等于利用总额的基础上 纳税调增五百万 然后括号乘以25% 假定没有其他纳税调整事项 没有其他纳税调整事项 就这么一个 所以纳税调整 好了 具体金额呢 咱们不用算了 关键取决于这个利用总额是多少 第二件事 地言锁的税 我们一定要注意 两条线平行走 因交 地言 这件事跟因交有关系 跟地言有关系 都有关系 我为什么在这儿 把因交锁的税也写出来呢 那就是有的同学 学完这一章以后 我们教材呢 只讲地言 然后到因交那儿 再讲因交 然后有的同学 就导致一个误件 认为这个问题 只跟地言有关系 跟因交没有关系 不是的 都有关系 所以我干脆 我把这两个都写出来 地言锁的税 刚才讲了 产生了科里扣 三十元差异 科里扣三十元差异 我们前面说了 要确认地言锁的税资产 所以呢 借地言锁的税资产 但锁的税费也要 500万的25% 125万 OK 这就可以了 刚才我们讲到第一个问题 那就是 负债积水基础的含义 也就是说怎么计算负债的积水基础 当我们把负债的积水基础 计算出来以后呢 与负债的扎兵价值进行比较 这一点呢 和前面所讲的资产的积水基础 和扎兵价值比较是类似的 也要进行比较计算差异 第一种情况 当负债的扎兵价值 大于积水基础 比如我们刚才举的例子 预计负债扎兵价值500万 大于其积水基础 零 我们刚才来到题 分析出来是零 产生什么 通过刚才这道题 我们已经分析了一下 对负债而言 当扎兵价值大于积水基础 将产生可理扣暂时也差异 大家有没有听出来 这一点和资产是相反的 对资产来讲 当扎兵价值大于积水基础 将产生因纳税散时也差异 而负债不是这样的 负债是相反的 本来负债就和资产是反的 当它的扎兵价值大于积水基础 将产生可理扣暂时也差异 我们刚才这道题验证了 或者说我们通过这道题推理出来 怎么去理解 在这种情况下 我们发现负债的负债的价值 大于积水基础 结果是产生了可理扣的暂时也差异 本期纳税调增 将来纳税调节 将来可以抵减 将来可以抵扣 称之为叫可理扣暂时也差异 相反另外一种情况 如果负债的扎兵价值 小于积水基础 将产生因纳税三十元差异 这个应该说是对称的了 那么讲到这个问题呢 我得提醒大家说一下 咱们做题目 前面我们讲了资产的扎兵价值 与积水基础的差异 我们前面讲过口诀了 对资产而言 当扎兵价值大于积水基础 将产生因纳税三十元差异 反之对资产来讲 当资产的扎兵价值 小于其积水基础 将产生可理扣暂时也差异 两种情况 我们在前面举的例子里面 都出现过 有大于有小于 也就是说 有产生因纳税的 也有产生可理扣的 今天呢 我们讲的负债和资产是相反的 对负债来讲 当扎兵价值大于积水基础 将产生可理扣暂时也差异 比如刚才举的例子就是这样的 反过来说 当负债的扎兵价值小于积水基础 将产生因纳税三十元差异 我想说什么呢 我想说的这个问题 对负债来讲 扎兵价值小于积水基础 产生因纳税三十元差异 这种业务 非常非常的少 我们刚才前面讲的资产呢 有大于有小于 也就是说有因纳税有可理扣 但是对负债来讲 几乎我们在做题目会发现 你以后关注一下 我们绝大多数题目 最后做下来 只要有差异 几乎都是可理扣暂时也差异 或者说几乎没有出现 因纳税暂时也差异 可以这么讲 我以前上课开过玩笑讲 我讲了二十多年的会计 也几乎很少碰到某一个道题目 负债的扎兵价值小于积水基础 产生因纳税 除了这一个例子 除了这么一个极端的例子之外 其他几乎没有出现过 那我想表达什么呢 表达的意思就是 如果你在做题目时 判断了结果 最后发现负债的扎兵价值 是小于积水基础的 那当然就是因纳税暂时也差异了 你还没有学一年的时间 然后你就很快就碰到了 这种极为罕见的例子 你觉得正常吗 肯定是不正常的 我想说什么呢 这个手你得反思一下 我的答案对不对 对负债来讲 只要有差异 几乎都是可理扣暂时也差异 很少很少有因纳税暂时也差异 除了他 他有可能的 这是一种极端的 也就是说除了这种情况 几乎找不着产生因纳税的情况 这是什么情况呢 交信金融负债 当交信金融负债 公允价值下降时 导致其公允价值 也就是账面价值 因为它账面价值是以公允价值来计量的 小于它的积水基础 这种情况下呢 会产生因纳税30亿差异 其他几乎没有 也就是我刚才讲过的 我再给大家仿佛说一遍 我们在做题目时 如果碰到负债 扎面价值与积水基础 比较是否有差异 如果有差异 那几乎都是可理扣差异 而很少很少有 因纳税30亿差异 刚才我讲过 已经用两个字罕见来表达了 好了 这个问题呢 我们待会给大家在后面补充说一下 好 那么第二个问题 关于负债的账面价值与积水基础的差异 这个呢 给大家也提醒了 要注意哪几个方面 接下来呢 我们讲第二个问题 那就是负债的积水基础的确定 就像我们前面讲资产一样 列举了很多资产 它的积水基础 分别怎么确定 那么我们在这呢 也是同样的列举相关的一些负债 首先看第一个 企业因销售商品提供售后服务等原因 确认的预计负债 这个就是我们刚才举的例子 一种情况是 产生可理扣暂时因差异 按照会有事先准则规定 企业对于预计提供售后服务 将发生的支出 在满足预计负债有关的确认条件时 销售当期就应当确认为费用 同时确认预计负债 如果税法规定 与销售商品相关的支出 只能在将来实际发生时 税前扣除 那么就会产生有差异 应该类交易事项 产生的预计负债 在期末的积税基础为 扎免价值 减去未来期间 可以扣除的金额 未来可以扣吗 税法说了 未来是可以扣 只要你实际发生 你将来实际发生了 那都是可以扣的 正因为如此 所以这个部分 都是可以扣除的 因此它的积税基础为零 积税基础为零 正因为是为零 扎免价值 与积税基础才是有差异的 扎免价值大于积税基础 产生什么 产生格底扣 暂时有差异 不用再重复推理了 刚才的立体 前面的分析 都说明了这一点 反过来 有另外一种情况 可能不产生 可底扣 暂时的差异 某些情况下 应有些事项 确认的预计负债 税法规定其支出 无论是否实际发生 均不允许税前扣除 即未来期间 按照税法规定 可与底扣的金额为零 未来可以扣除的金额为零 什么意思 将来一分钱也不能扣 一分钱都不能扣 换言之 就是将来可以扣除的金额为零 那在这种情况下 粘便价值就会等于基础基础 什么意思啊 比如 粘便价值一千万 未来可以 无论将来这一千万事否实际发生 都不可以事前扣除 不可以事前扣除 换句话说 未来可以扣除的金额为零 扣除金额为零 那么最后继续基础 等于账面价值 既然等于账面价值 那就没有差异 没有差异 也就是这儿所说的 不产生可理扣 暂时的差异 什么情况呢 比如举个例子 例如 企业为其他企业提供 与企业取得收入无关的债务担保 又涉及到货有事项的问题了 我们前面在货有事项那一章 也讲到有关债务担保的问题 应被担保方不能清偿 而由该担保企业承担的本息 换句上应确认为预计负债 但税法规定 与该预计负债相关的费用 不可以事前扣除 不管你将来发生还是没发生 都不能事前扣除 也就是未来期间 按照税法规定 可以扣除的金额为零 既然可以扣除金额为零 所以基础基础等于其占面价值 既然等于其占面价值 所以它就没有暂时的差异 也就不产生可理扣暂时的差异 给大家补充一个例题 2020年4月1号 假公司为乙公司的银行借款提供 与其取得收入无关的债务担保 2020年9月30号 应以公司未能如期偿还借款 假公司被银行提起诉讼 这一点我们在 或有事项那一章也提到 银行假公司作为第二被告 被提起诉讼 要求其履行担保责任 至2020年12月31号 该案件尚未结案 假公司预计很可能履行 该项担保责任 确认预计负债2000万 这题目给我们调解 当时他怎么做 借营业外支出 但预计负债2000万 这也是我们在前面所学的 或有事项那一章的内容 假定税法规定 企业为其他单位债务提供 与其取得收入无关的担保 所发生的损失 不允许在税前扣除 不允许在税前扣除 意思也就是说 不管将来你付了这笔钱 还是没付这笔钱 都不能税前扣除 下面看一下分析 2020年12月31号 假公司该项预计负债 扎兵价值为2000万 细税期数也是2000万 为什么呢 我们前面讲过 什么叫负债的积税基础 所谓负债的积税基础 等于负债的占免价值2000万 减去未来期间可以扣除的金额 这道题 因为税法规定 不管将来发生还是不发生 都不可以税前扣除 换言之 未来可以扣除的金额为零 所以此时积税基础也是2000万 因此负面价值等于积税基础 不产生暂时银杀鱼 比如下面这个表填出来的 我画这个表什么意思呢 说明一下 我们的考题啊 那就是经常让我们填表 当然有很多了 前面讲过有资产了 刚刚又讲了有负债了 资产负债很多都合在一块 一张表 其中有一行叫预计负债 让我们来填 占免价值填2000 积税基础也是2000 所以暂时银杀鱼为零 那么这笔份录 前面给大家也写过了 借银业外支出代预计负债 那在这种情况下 那其实啊 它是没有地言所得税的问题了 我们下面看一下 假公司在2020年有关 所得税会计处理 第一个是阴交 假公司在计算2020年 阴交所得税时 要在利润总额的基础上 加上2000万 纳税调增 因为税法不认可这一块 我们记哪了 我们记在预议外支出 税法说 不管将来发生还是不发生 都不可以税前扣除 那今天我最起码需要 纳税调增的 这个2000万要加上去 实际上多交税了 将来可以少交税吗 将来不能少交税 将来比如说 最后我们真的赔了2000万 作为第二被告 赔给银行2000万 那我们就发生了吗 鉴于既负债 带银行存款 假定就是2000万金额吧 那我这笔钱 我已经付出去了 那就要实际发生了 实际发生了 能扣吗 也不能扣 将来也不能扣 所以呢 对我们今天来讲 是不产生暂时因差异的 因此也就没有地言所得税的问题 所以要请大家注意一下 有的事情啊 它有影响音交 但它不影响地言 刚才我们讲的第一个问题是 预计负债 接下来我们再看第二个问题 合同负债 这是我们在收入这一站 所涉及到的一个会计科目 一种情况是 不产生可理扣赞 评查异 比如 企业在向客户转转商品之前 客户已经支付了合同对价 或者企业已经取得了无条件收取合同对价的权利 因为不符合收入确认条件 所以会计上将这笔收到的金额呢 确认为合同负债 这个我们前面学习过了 税法呢 对于收入的确认原则 一般情况下 与会计规定是相同的 也就是说 会计上没有确认收入 税法在期税时 他说 我也不计入因纳粹所有 这什么意思呢 举例再说 假公司 向乙公司销售商品 然后要求乙公司呢 先预付 比如 一百万订金 一百万订金 总共合同呢 大概在一千万 一千万 那么你先付一百万 作为假公司来说 收到这一百万 是在合同负债里面 他已经收到这笔钱了 但是呢 还没有销售商品 那么从会计角度来讲 不符合收入确认条件 所以记在合同负债里面 那税法说 这是定金 这不应该算 因纳粹所得额的 所以呢 会计上没有确认收入 税法在积税时 他也不计入因纳粹所得额 他说这个不算销售实现 不计入因纳粹所得额 那说明什么 说明会计和税法的口径 是一致的 会计他说 我没算 税法说 我也没算 两个人都没有算 那口径是统一的 该部分经济利益在未来期间 计税时 可以税前扣除的金额为零 什么意思啊 税务机关 今天在计税时 这个100万没有计入因纳粹所得额 假如明年销售实现了 假公司销售实现了 将合同负债转为主义业务收入 因为第一年那个100万并没有纳税 并没有计算因纳粹所得额 并没有计入因纳粹所得额 那么第二年收入实现了 那税务机关肯定也要算了 因为在第一年并没有扣一的 那么第二年其实就不能扣 因为上一年没有算你的税 那第二年当然也不能算了 所以该部分经济利益 在未来期间计税时 可以税前扣除的金额为零 既然未来可以扣除金额为零 那么计税基础等于涨变价值 既然等于涨变价值 那就没有产生暂时的差异 那是对的 如果快捷税法的口径是一致的 那就没有差异啊 没有差异 就是我们括号一所讲的问题 好 这是一种情况 那么 重点掌握第二种情况 产生可理购三十元差异 在某些情况下 因不符合会计准则规定的收入确认条件 而未确认为收入的合同负债 按照税法规定 应进入当期因纳税所得额时 那么 有关合同负债的积税基础为零 即 因其产生时 已进入因交所得税 未来期间可以全额扣除 这什么意思呢 我们给大家举个例子再说一下 蒋公司于2020年12月10号 自已公司收取一笔合同预付款 金额是2000万元 作为合同负债核算 按照税法规定 该款项应记录取得当期因纳税所得额计算 因交所得税 什么意思呢 会计上 我们前面刚刚学习过收入 费用和利润这一章 收入的确认条件 要同时满足五个条件 在没有同时满足五个条件时 是不能确认收入的 但如果我今天这2000万都已经收到了 由于不满足收入确认条件 所以我记载合同负债 借银行存款待合同负债 但是税法认为 你的纳税义务已经发生了 因为税法里面 它没有什么收入确认五个条件 它站在税法角度 认为你的纳税义务已经形成了 已经完成了 已经发生了 那么就应当要计算 因交所得税 所以呢 这个2000万的税法说 2020年 你就要纳税 那对其来说 我收入里面没有算 但是我税给提前交了 是不是 接着 2021年6月份 甲公司该向合同负债 符合收入确认条件 第二年我符合收入确认条件 我想问大家 税务机关第二年还会征收我的税吧 那不会了 因为它在上一年已经提前收 已经提前征收了 所以第二年就不会提前征收了 不会再收了 不会再收就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将来我在第二年收入里面 我可以扣掉这笔钱的 我们继续看题目条件 甲公司使用的所得税税率为25% 预计未来期间适用的所得税率 不会发生变化 假定未来期间能够产生足够的 硬大税所得额 由于抵扣可抵扣暂时的差异 这一些呢 你暂时别管它 我们后面学了以后就理解了 我们还是先看前面这些内容 下面呢 给大家画一个表 刚才我是口读表达的 现在我们通过一个表 进一步的理解 在2020年会计上角度 确认收入量 确认合同负债是2000万 未确认收入 然后在第二年 满足收入确认条件了 我们才确认收入了 由合同负债转到收入里面去 这没问题 再来看税法上次 它是怎么做的 税法上我们刚才假定 它认为2020年 你这项销售已经实现了 记住因纳税所得额 纳税一误已经发生了 所以呢 在2020年的时候 在计算因纳税所得额 在计算因交所得税时 要在利润总额的基础上 税务机关要求纳税调增2000万 他说你的利润表里面 那个利润总额呀 有一个2000万没算进去 你要把它加上去 我们只讲收入这一块 成本不说 成本是实际上是要节转的 我们就讲 只讲收入这一块 把问题简单化 税务机关说 你这个纳税义务已经发生了 已经形成了 那么必须要纳税 要加上两千万 所以大家想一下 2020年 这一家企业是不是多交税 到了2021年 会计上终于确认收入了 但是税法说 今年你不用纳税 因为你去年已经交过了 那这是有道理的 所以在2021年的时候 虽然我的收入上面 多了两千万 但是税务机关说 这两千万不用交了 纳税调节 所以会导致企业什么情况呢 本年度 纳税调增 将来 可以纳税调节 所以呢 我们来分析一下 该项合同负债 它的扎命价值 扎命价值和积税基础 下面看分析 该合同负债 在甲公司 2020年12月31号资产负债表中 扎命价值 是两千万 计税基础等于多少呢 等于 账面价值两千 大家一定要记住啊 负债的计税基础 等于什么 等于负债的账面价值 减去 未来期间 计税时 可以抵抠的金额 然后这个差额 称之为叫 计税基础 计税基础 等于 账面价值两千 减去 未来期间 计算 因纳税所得额时 可以按照税法规定 可以扣除的金额 刚才已经给大家分析了 将来在计算 因纳税所得额时 可以扣吗 可以扣 因为提前交过了 可以扣 扣多少 扣两千 所以扣完以后 积税基础等于零 既然等于零 那么有差异吗 有 账面价值是两千 积税基础是零 那么产生 两千万 暂时性差异 这是什么样的 暂时性差异呢 看下面这段文字 我这虽然写出来了 我们看一下这段文字的分析 该项暂时性差异的含义为 在未来期间 其按照会计规定 确认收入 产生经济力流入时 但是 因为其在产生期间 已经计算交纳了所得税 所以 在未来期间 不再记住因纳税所得额 从而怎么样 减少未来期间 所得税 税款的流出 将来可以抵减 将来可以抵扣 所以 这个差异称之为叫 可抵扣 暂时性差异 我们前面就分析过了 本期多交税 将来少交税 那就是典型的可抵扣 暂时性差异 好 那这样呢 我们下面也填表 合同负债 扎平价值 前上两千 积水基础 刚才算出来是零 可抵扣 这是可抵扣 可抵扣 暂时性差异多少 是两千 其实啊 大家多做几个题目 发现一个规律 我们要减的那个金额呀 对负债而言啊 注意 对负债而言 我们要减的这个数字 扎平价值 减去未来期间 未来期间 计算因纳税所得额实 按照税前扣除的金额 减的这个金额 恰恰就是谁 就是暂时因差异 如果这儿有金额 那就是暂时因差异 如果这是零 那就没有暂时因差异 我想说什么呢 扎平价值 减去这个数字 等于结果叫积水基础 那这个数字是什么呢 不就是它俩差异吗 你扎平价值 减去扣除的金额 扣除的金额 等于积水基础 等于积水基础 那我问你 扎平价值 减去积水基础 不就是这个扣除的金额吗 那扣除的金额就谁呀 不就是差异吗 我们填表的时候 不就是这个差异吗 是不是 他们ABC 三者之间的关系 是不是 好了 这是给大家举个例子 来分析一下 那么接下来 我们看这道题 会计分录 甲公司2020年 有关所得税的会计处理 第一步应交所得税 刚才已经分析过了 在2020年本年度 利润总额的基础上 税法要求纳税调增 这个两千万 然后计算应交所得税 编制分落 地盐所得税呢 有 因为产生了可底扣暂时差异 产生啊 产生可底扣暂时差异 可底扣暂时差异 确认地盐所得税资产 借地盐所得税资产 代所得税费用 2000万乘以25% 500万 本期多交税 将来少交税 好 这就是有关 合同负债有两种情况 一种情况 不产生暂时差异 这是一种情况 第二种情况 产生暂时差异 我们根据题目的条件 来进行判断 接下来我们看第三个问题 应付职工薪酬 会计准则规定 企业为获得职工提供的服务 给予的各种形式的报酬 及其他相关支出 均应当作为企业的成本费用 在未支付之前 确认为负债 也就是应付职工薪酬 税法中 对于合理的职工薪酬 基本上允许税前扣除 但税法中如果规定了税前扣除标准的 按照会计准则规定 计入成本费用的金额 超过税法规定的标准的部分 那么这一部分需要进行纳税调整 其实是纳税调整 你多记了 因超过部分在发生当期不允许税前扣除 本期不可以税前扣除 同时请大家注意 税法规定 在以后期间也不可以税前扣除 那么这部分差额 在未来期间计算 因纳税所得失 不产生影响 什么叫不产生影响 本期不能扣除 将来也不能扣除 所以将来不可以调整 因此呢 因付职工薪酬 它的账面价值 等于继续记住 从而不产生暂时的差异 这个问题怎么去理解呢 我们结合教材一套立体来看一下 12题 假期2007年12月份 记入成本费用的职工薪酬 总额为4000万 至2007年12月31日 尚未支付 注意啊 我们教材今天在这所讲的问题 都是指在支付之前的问题 真因为在支付之前呢 才是一项负债 所以我们现在分析的 分析的前提都是尚未支付的 按照实用的税法规定 当期记入成本费用的金额 4000万单中 工资支付单中 可与税前扣除金额合理部分 为3000万 这什么意思呢 咱们做财务的同学非常熟悉 按照所得税法的规定 合理的工资薪金 才能税前扣除 按照税法规定 这家公司本年度 应付职工薪酬有4000万 有4000万 而税法规定呢 根据税法规定 可以税前扣除的不合理部分 是3000万 说明什么 说明有一千万是不合理的 这一千万 本年度要纳税调增 本年度要纳税调增 将来能纳税调减吗 将来也不可以纳税调减 那就是刚才所讲的问题 你是超标的 多计了一千万 这一千万 本年度纳税调增 将来也不可以税前扣除 这样呢 未来期间 计税值不产生影响 下面我想问大家一个问题了 该向应付职工薪酬 扎民价值等于多少 截止12月31号 上面支付 那很好理解 四千万 没问题 我想问大家一个问题 计税基础等于多少 计税基础 计税基础 选择题 A 零 B 一千 C 三千 D 四千 想问大家这样一个问题 刚才我们讲到了 你们先分析一下 计税基础等于哪一个 ABCD 把题目再分析一下 应付职工薪酬 扎民价值是四千万 根据税法规定合理的部分是三千万 这个三千万本年都是可以税前列支的 还有一千万是超标的 这一千万超标的 今年要纳税调增 将来能纳税调解吗 将来也不能 也不能纳税调解 未来期间也不可以税前扣拷 那既然是这样 该向应付职工薪酬 他的计税基础是多少 第四千 为什么 不要忘了我们前面所讲的 负债的计税基础等于什么 负债的计税基础等于扎民价值 四千 减去未来可以扣除的金额 我们刚才是这样讲的吧 未来可以计税时可以扣除的金额 我们刚才分析了 该向应付职工薪酬 本年度超标一千万 纳税调增 将来这一千万也不可以税前扣除 本年度在发生当期不允许税前扣除 在以后期间也不允许税前扣除 反过来说 未来期间也不可以税前扣除 那么换言之 未来期间可以税前扣除的金额多少 零 将来一分钱都不能扣 也就是意思 也就是未来扣除金额为零 既然未来扣除金额为零 所以计税基础等于多少 等于 四千 所以这道题的答案是D 有同学选的是B 他说那差额 这个差额一千万超标的部分 将来不能税前扣 所以不是B 零肯定是不对了 C呢 有同学 很多同学选的是C 他说 可以扣三千 请你注意 我们这要捡的是捡去未来可以扣除的金额 而不是说 本期可以扣除的金额 三千是本期可以扣除的金额 而不是将来的 而这个三千是本期可以扣除的 那么这个地方呢 未来可以扣除金额是零 如果你把这个地方理解为三千的话 那就变成一千了 那答案就B了 那是错误的 不是事 三千是新年可以税前扣除的 未来可以扣除金额为零 好 这个问题反复说了一下啊 因为每一年在上课时 有同学在这就在纠结着 好了 其实啊 我告诉大家 一个经验 题目做多了 凡是讲到公司新兴 管理超标不超标 反正扎兵价值和技术基础是相等的 因为他们没有差异的 没有差异不就是相等吗 前面也讲过这个问题 没有差异不就是相等的意思吗 做题目做多了 那就是经验了 好 这只是就这道题呢 我先给大家这样分析 下面看教材的分析 该向应付职工薪酬 于2007年12月31号 扎兵价值为4000 计税基础等于 扎兵价值4000 减去未来期间 计税时可以扣除的金额 未来一分钱都不能扣 所以扣除金额是零 因为如此 所以计税基础就等于4000 既然等于4000 所以差额为零 差额为零 那就不形成暂时性差异 该事项的会计处理 与税收处理 实在差异 但之所以不形成 暂时性差异的原因是 两者之间 1000万元的差异 在产生当期 不可以税前扣除 本年度纳税调增1000万 将来也不能纳税调解 将来不能扣 所以对将来不产生影响 所以无差异 那就这道题 我再延伸一下 如果让我们编制2007年的 会计分路怎么做呢 跟所得税有关的分路 第一步 应交所得税 2007年在计算应交所得税时 要在利润总额基础上 加上纳税调增这一千万 这是不合理的超标的部分 那么超标的部分 不可以税前列支 我们税法规定 合理的工资信心 才能税前列支 那么这超标的部分 纳税调增 然后算出应交所得税 编制分路 第二个 地员所得税呢 五 没有 没有影响 因为它没有差异 应付职工薪酬 注意针对工资来说的 扎民价值四千 击吹击出也是四千 刚才算出来了 31差异是零 没有差异 好 这就是我们输上这道题 那么接下来呢 我给大家再延伸一下 我把税法上相关的问题 整理了一下 给大家做个参考 因为我们这一张考试 请大家注意 有的题目是超越教材内容的 甚至就是考税法 锁的税法内章的相关内容 首先第一个公司薪金支出 刚才我们已经分析过了 在这种情况下 即使你超标了 不可以税前列支 将来也不可以税前列支 所以不产生暂时性差异 第二个问题 公司福利费 会计上呢 是根据实际发生时 确认成本费用的 当然在辉算金角时 同样的要看你这个口径 合理的公司金金 标准是多少 然后乘以14% 这一部分税前扣除 如果发生的超过14%了 那么就不能税前扣除 同样的问题像刚才一样 今年不能税前扣除 那是一条奥孙 那明年可以吧 明年也不可以的 所以和刚才一样 不会产生暂时的差异 第三个问题 公会经费 企业拨角的公会经费 不超过工资 薪金总额的2%的部分 只要在范围之内的 可以税前扣除 超标的部分 都不能税前列支 将来也不能税前列支 123发现都一样 都是不能 将来不能税前列支 也就是说超标的部分 将来是不可以税前列支的 所以呢 不产生暂时的差异 但是 本年度在计算 因交所得税时 就像刚才这样 还是要纳税调整的 影响因交所得税 不影响地言所得税 这种情况 接下来 空号四不一样了 叫职工教育经费 除了国务院财政税务 主管部门另有规定之外 企业发生的职工教育经费 税法有个规定 不超过公司薪金8%的部分 准备扣除 那超了怎么办 超了是可以扣的 将来可以扣的 超过的部分 准备在以后的纳税年度 节转扣除 比如今年 职工进行职工教育 发生了职工教育经费 合理的公司薪金是多少呢 比如是一千万 是一千万 然后8%的标准 那是多少呢 那就是八十万 然后今年我们发生了多少呢 假如今年发生了职工教育经费 是一百万 一百万 那不就超标了吗 是不是 超标了二十万 这个二十万本年度不可以税前扣除 纳税调增 纳税调增 今年纳税调增二十万 因为你在成本费用里面 多减了二十万 所以给加回去 然后在第二年 假如我们第二明年 明年我们的公司薪金还是一千万 合理的公司薪金还是一千万 那按照8%的标准 还可以扣八十 假如我在第二年没有发生职工教育经费 那好 那你上一年不是多了二十万吗 可以在下一年 结转到下一年度 那扣除 下一年扣二十万 诶 这对企业的各个期间来说 不就产生有差异了吗 本年度纳税调增 多交税 下一年度纳税调节 可以少交税 这是典型的可理扣 暂时的差异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应付职工薪酬 有关职工教育经费这一块 是会可能会产生 可理扣暂时的差异的 比如像这样的分路 先是计算职工教育经费 然后有可理扣暂时的差异 本期确认第一年所得的资产 那为什么它和前面不一样呢 当然有道理的 国家鼓励企业对职工进行继续教育 等等 咱们财务人员不是要每年都要进行继续教育吗 那么继续教育就属于这个职工教育经费这一块 下面测看第五个保险费 保险费呢 第一个是企业 这也是我把税务把这个税法相关的一些文件整理出来的结果 企业依照规定的范围和标准为职工缴纳的基本养老保险 基本医疗保险 失业保险 工商保险 生育保险等等 准于税前扣除 这一些呢 都是可以扣的 这是符合国家规定标准的 所以呢 既然都可以扣 不会产生暂时的差异的 因为这个本来就是按照标准教的 所以也就不存在什么什么差异的问题 第二个是补充养老 这和刚才一样 是也是准于扣除的 所以这两个都不产生暂时的差异 第三个请注意不一样 第三个是除了企业依照国家有关规定 为特殊的工种职工人员 支付的人身安全保险费 和国家规定的可以扣除的 其他的特殊的商业保险之外 比如这个 这是可以扣的 比如说这个电梯公司 这个电梯的安装操作人员 属于特殊工种 风险也很大 那么作为保险 作为这个电梯公司 都会给这些特殊的职工 工种的职工 购买一些保险费 除了这些特殊情况之外 企业可能为职工还支付一些商业保险 所以我们在职工薪酬 那一张也提到过 虽然企业是为职工支付的 作为职工薪酬的一部分 但是这一部分请注意 在挥酸金角的时候 锁得出挥酸金角的时候 这一部分成本费用是不可以税前扣除的 咱们有的同学在学税法 那么税法里面都有这些规定 好了 那这个不可以税前扣除 那其实要纳税调增 纳税调增同样也是不产生暂时性差异 因为将来能纳税调整吗 不可以的 好 不管这前面两个能扣除 还是后面这个第三个不能扣除 他们都不会产生暂时性差异 只有我们刚才所讲的这种情况 职工教育经费 它比较特殊 它有可能会产生可理扣暂时性差异 好 这是给大家补充了一下 有关职工薪酬的内容 我们教材上没有这些 下面看第四个问题 这也是给大家补充的 我们前面不是讲到了 销行金融负债吗 所以我们在这儿给大家补充了一下 以前我在上课只是口读说一下 那么在这儿给大家把相关的内容整理一下 就是万一考到这个点 我们作为参考 那就是以公允价值计量 且其变动进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负债 会计准则规定 对于以公允价值进行后续计量的金融负债 其公允价值变动形成的利得或损失 除了与套期会计有关之外 应当进入公允价值变动损益 这没问题 前面金融工具已经学过了 税议法规定 企业以公允价值计量的金融负债 持有期间公允价值的变动 像公允价值计量的金融资产一样 也是不计入因纳税所得额 在将来实际处置或结算时 处置取得价管扣入其历史成本后的差额 应计入处置或结算期间的因纳税所得额 这段话实际上是教材 前面讲金融资产的时候提到过 企业以公允价值激然的金融资产 金融负债以及投资性房地产等等 他们的公允价值的变动 都是不计入因纳税所得额的 在将来要纳税调整 好那这样呢 我们先给大家举个例子来说一下 2020年1月5号 甲公司案面值发行五年期债券 面值为一个亿 每年年末复息到期一次还本 甲公司将该债券指定为 以公允价值计量期期变断 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负债 也就是交易性负债 甲定甲公司所得税税率为25% 不考虑企业自身信用风险等原因 等其他因素 因为这个自身的信用风险 我们前面给大家说过 它是基于其他综合收益的 我们不考虑这个因素 也就是说全部是基于 公允价值变动损益 下面分两种情形 大于和小于两种情形 首先看第一种情形 假定2020年12月31号 该债券的公允价值 1.1个亿 那么张勇处理怎么做呢 这个我们前面已经学过了 交易性金融负债 在承担这个负债时 借银行存款一个亿 代交易性金融负债一个亿 按面值 面值 承担这个义务 然后12月31号 公允价值是1.1个亿 上升了 由1个亿上升到1.1个亿 上升1000万 1000万变成什么样的分路啊 代交易性金融负债 只有代交易性金融负债 才有1个亿 再调一下 再加上1000万 才等于1.1个亿 是不是 我们画一个定次性账户 就能看得出来 这是交易性金融负债 原先是一个亿 这一次又上升1000万了 这样调好以后 是1.1个亿 按公允价值入债 你代方代交易性金融负债 所以借房 这个公允价值变动损益 就寄到借房 意味着什么呢 其实交易性金融负债 和交易性金融资产是相反的 公允价值上升 将产生公允价值变动损失 你负债越来越多啊 所以损失会越来越大 交性金融资产是相反 交性金融资产 公允价值上升 产生公允价值变动收益 公允价值伎量的金融资产 交性金融资产 公允价值越高 那收益就越大呗 所以负债是相反的 所以是借公允价值变动损益 但是一个问题来了 你这么借了以后 这一千万损失了 利润总额里面就少掉了一块 当然税务机关他不认可这个 他说这些公允价值计量的金融负债 公允价值变动损益是不计入 因纳税所得额的 你扣掉了一块 他会要你怎么样 他要让我们加回来 不可以扣除 要纳税调增 将来实际发生了 最终这个金融负债 结算完以后 假如真的产生损失一千万 那个时候才可以税前扣除 本年度纳税调增 将来纳税调解 这是可典型的可理扣 暂时一些差异 我们下面看一下分析 该项交易性金融负债 在2020年12月31号 资产负债表中的占面价值 已经调到1.1个亿了 没问题 计税基础 只要讲到负债的积水基础 你就要记住前面那个公式 等于账面价值1.1个亿 减去未来期间计算 因纳税所得额时 按照税法规定 未来可以扣除的金额 刚才分析过 这个一千万呢 本期要纳税调增的 税法说你的利润总额里面 少了一千万 这个一千万 不认可 要纳税调增 所以本期会多交税 但是没关系 将来实际发生了 可以税前扣除 那意味着将来可以抵扣的金额 多少 一千 所以这样算下来的 继税基础是一万 一万其实也就是啊 它原先的初始确认金额 所以这种交易性金融负债 在计算继税基础的时候 比较特殊 那你可以掌握一个规律 其实积税基础就是它之前的初始确认金额 这样呢 两者之间就产生了差异 那这种差异什么样的差异啊 本期纳税调增要多交税 将来实际发生了 真的发生损失一百一千万的话 才可以纳税调解 那就意味着本期将要多交税 将来可以少交税 那是典型的可理扣 暂时性差异一千万 那就是下面这张表 填表的时候 交易性金融负债 今天占名价值一千一万一 基础基础填多少呢 填一万就是这个金额 然后差异的是一千万 是什么差异啊 可理扣暂时性差异 那如果让我们要编制和索得税 有关的快捷分路 我们就2020年代说 首先第一件事 因交索得税 因交索得税 要在利润总额的基础上 纳税调增 算出来以后编制分路 那么另外呢 本期产生可理扣暂时性差异 确认地缘索得税资产 借地缘索得税资产 代索得税费用多少呢 一千乘以25% 两百五十万 好 这是第一种情形 还就这道题 我们下面说第二种情形 反过来 光云价值下降 由一万下降到八千 那么会计上怎么做呢 首先看会计分路 前面学过的内容 取得实际 借银行负购 代交易性负债 金融负债是一万 今天 光云价值是八千 八千 那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减少了 这是交易性金融负债啊 减少两千 减少两千 变成什么样的风筒啊 借交易性金融负债 两千 代光云价值变动损益 两千 哎 这种情况下 会计处理 将会增加利润总额 大家想想是不是啊 因为产生了收益 代方叫收益吧 增加了利润总额 但是 在2020年 所得税 灰色金融负债 税务机关说 这个两千万 不认可的 凡是公营价值变动 在持有期间都不认可的 你的利润总额里面 多了两千万 少了 不可以 加回去 多了 我也不多 你的税 可以扣掉 所以这个两千万呢 在2020年 所得税 灰色金融负债 要在利润总额的基础上 扣除两千万 本年度 要扣掉两千万 但是 如果将来 比如明年 你这项交易 金融负债 结算掉 结算完以后 你真的赚了两千 那这个两千 在明年 纳税调增 多交税 今年怎么样 少交税 哎 本期少交税 将来要多交税 这是什么 这是 因纳税 暂时已经查意外 下面我们看一下分析 该项交易型金融负债 12月31号 占面价值 调到八千了 没问题 那计税基础是多少呢 计税基础等于 占面价值八千 减去 未来期间 计算因纳税 所得额时 可以抵扣的金额 注意这个地方 非常特殊 因为未来期间 刚才分析过 是纳税调增的 未来纳税调增 但是我们要减减什么呢 减去未来可以抵扣的金额 所以这个地方变成什么 减去负的两千 因为实际上是 明年纳税调增两千 这是一个特殊的情况 其实我们前面也分析过 你就看他的初始 确认金额就可以了 是一个亿 所以计税基础等于一个亿 等于一个亿 那等于一个亿 有差异吗 当然有差异了 占面价值是八千 计税基础是一万 所以产生 占面价值小于计税基础 前面讲过一个问题 产生因纳税 暂时现差异 两千万 两千 这就是我前面所说的 只有这种情况 交信金融负债 才是极为特殊的产生 有可能产生因纳税 暂时现差异 所以我们给大家补充这个例题 来说明一下 而绝大多数情况下 负债只要有暂时现差异 几乎都是可理扣暂时现差异 好 这是给大家举这个例子 想说明的问题 那还是就这道题 继续分析下去 贾公司在这种情况下 2020年所得税的分路怎么写呢 第一步 因交所得税 因交所得税 利润总额减掉两千 为什么减呢 因为在这个两千 利润总额里面 是不是包含有两千万 公允价值变动收益在那 那这个税罚说不认可的 收益减掉 费用损失要加回来 所以我们这是收益 要把它加减去 调整完以后 那计算因交所得税 编制分路 那本期地研呢 地研所得税产生什么 产生因纳税暂时形差异 而因纳税暂时形差异 必然就确认地研所得税负债 所以下面的分路 借所得税费用 带地研所得税负债 两千万的25% 好 那这是给大家补充一道例题 来讲一下 有关交易性金融负债 两种情况 大于小于两种情况 尤其是在这种情况下 是极为罕见的一种情况 也给大家说明一下 接下来我们看看 第五个其他负债 比如应交的罚款和支纳金 在尚未支付之前 按照会计规定 确认为费用 比如寄到营业外支出里面 同时作为负债 比如寄在其他应付款里面 尚未支付之前 单税法规定 行政性罚款支纳金 不可以税前扣除 前提是行政性 违反国家的税 比如说税法规定 或者说违反国家的 一些行动法规 环保法规 包括环保法规等等 而这些罚款和支纳金 是不可以税前扣除的 也就是说这一部分 费用无论在发生当期 还是在将来未来期间 都不可以税前扣除 那就像前面说的一样 本期发生不能税前扣除 将来发生也不能税前扣除 我们前面讲过什么问题 不是有一个债务担保吗 今年发生 本期不能税前扣除 将来哪怕你付了这笔钱 也不能税前扣除 所以此时 计税基础 等于扎免价值 减据 未来期间 计税是可以扣除的金额零 未来一分钱都不能扣 那扣除金额就是零 所以此时得到一个结论 扎免价值是等于计税基础 等于计税基础 那就无差异啊 所以这种情况下 行政性罚款支纳金 是没有暂时性差异的 那么一个问题 我在这补充说一下 我们教材上没有讲到 如果纳税人 按照经济合同规定 支付的违约金啊 比如银行的 包括银行的罚息 还有罚款啊 诉讼费这一些 这些是可以最先扣除的 我们刚才讲的是 什么不能最先扣除 违反国家行政法规的 这个罚息 我给大家说一下 银行的这个罚息 这个罚息啊 或者说银行的支辣金 银行有可能要收你支辣金 那这些是可以最先扣除的 为什么 银行 我们所讲的这些银行都是什么 都是商业银行 这些商业银行 商业银行也属于企业啊 我们说企业和企业之间的 那就是按照经济合同所规定的 这个是没有问题的 而上面所讲的是 针对国家行政法规 比如税法规定 比如环保法规等等 是这样的问题 所以有同学问我说 哎那我们单位那个 司机开车的时候 车违章了 罚了两百块钱 这两百块钱 能税前扣除吗 不可以税前扣除 那就是违反行政法规的呀 但是他说 哎那我这个没有纳税调整 你那个细节问题太小了 税务机关管不了那么细啊 管不了那么多啊 那是实物当中另外一个问题 是不是 要说明一下 好 讲完以后呢 我们还是回到教材上 结果教材13道题 N公司07年12月份 因违反当地有关环保法规的规定 接到环保部门的处罚通知 要求其支付罚款是500万元 税法规定 皆因违反国家有关法律法规支付的罚款和证据金 在计算因纳税所得讹时 不可以税前扣除 这种不可以税前扣除 包括当期 包括将来 就像前面所说的 包括发生期当期 也包括以后期间 都不可以税前扣除 你说我明年表现特别好 我环保做的特别好 能不能把那钱再还给我 没戏 没门 这是12月31号 尚未支付 既然尚未支付形成一笔负债 编制下面这笔分路 因为我们已经接到处罚通知 要求我们要罚款这么多 但是我们还没有付 本着谨慎性 我们今天就已经确认了 借你意外支付 但其他应付款 那下面看一下分析 应付罚款产生的负债 扎编价值是500万 刚才已经算了500万在这 该项负债的积水技术 等于扎编价值500万 始终按照定义来 减去未来期间 计算因纳税所得讹时 按照税法规定 可以扣除金额 零 一分钱也不能扣 这因为是零 只要这是零 我前面说过一个技巧 这个数字就是差异 零那就意味着没差异 确实是这样的 你算出来积水技术等于500万 既然是500万 那就没有出形成暂时差异 不会对将来产生影响 那我们在填表的时候 怎么填呢 比如考试要让我们填表 其他应付款 罚款这一块 扎编价值填500 积水技术填500 暂时差异 零没有暂时差异 但是要注意 不能因为没有差异 所以所得税就别管他了 不是 N公司2007年 因交所得税在 计算时 要在利润总额的技术上 纳税调增500万 纳税调增 你不能把这设个完了 不要说 哦那没有 没有差异就不要管了 不是这样的 因交所得税 还是要纳税调增的 但是没有地盐 影响因交 不影响地盐 是这个意思 那这个讲完以后呢 我们把那个 刚才那个罚款呢 我给大家说一下 包括这内容 为什么要这样做 比如 甲公司违反税法规定 税务机关 罚了他100万元 罚款 借银一万支出 带其他应付款 100万 如果税法 不是这么规定 说 这个罚款之大金 不能税前扣除 如果说能税前扣除的话 假如没有这个规定 那意思就是 可以税前扣除了 但其实税务机关 就没有达到 罚款100万的 实质性内容 什么意思呢 如果这个 银一万支出 没有这样规定的话 你把这个银一万支出 从利润总领那边 是不是减掉了 减完以后 乘以25% 纳税是不是 其实 你这个银一万支出 100万 不就产生抵税的效应了吗 抵税抵了多少万 抵了25万 你的现金流 实际上少交了25万 那说明什么 说明税务机关 实质性罚款 只罚了你70万 75万 所以税务机关很聪明的 他现在不行的 那这100万要纳税调增 刚才在利润总额里面 是不是 以外支出 减掉100万呢 那减掉100万 如果不挑的话 不是让你 产生抵税效应了吗 所以要 纳税调增100万 这就是我们税务机关 在执行这个政策的时候 考虑的问题 不可以事前扣除 否则就让你抵税了 好 这是给大家讲了一下第五个问题 那么到这儿为止 我们实际上就给大家讲了一下 有关负债的积税基础的含义 以及相关的一些负债 我们做了一些列举 它的计税基础的确定 这些问题讲完以后呢 接下来我们看第三个标题 那就是特殊交易或事项 产生的资产负债 计税基础的确定 这一块呢 我们教材主要是提到 有关企业合并 这种特殊情况 当然这个问题呢 我们后面还会展开 所以呢 我们在这儿先提一下 这个问题 到后面 我们再详细的说明 所以三标题呢 等于也就没有什么内容了 那这个标题就过了 那么到这儿为止 我们这节课去学习这一切 好 下节课我们再见